画面中一头落单的小象独自在河边喝水 要知道在大草原上落单掉队可是非常危险的 没有了族群的庇护 很容易就会落入肉食动物的口中 雄狮一直来到身后了 小象这才发现了雄狮 不过小象并没有惧怕狮子而快速跑开 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体型比较大吧 而且他转过头想要和雄狮理论理论 雄狮看到大象的鼻子甩来了 象征性的往后退了两步 雄狮其实不是害怕小象 而是想要把小象引上岸后再下手 因为他并不擅长在水中作战 况且水中还可能有鳄鱼 到时候出点意外就麻烦了 果然小象不出意外的上当了 当小象追赶母狮时 雄狮绕到了小象的背后 对小象发动了进攻 雄狮猛扑在小象的后背上 试图压倒小象 小象被雄狮压得只能在原地不停转圈 连行走都有点困难了 可是这头小象 此时想的不是挣脱雄狮逃跑 而是还想要接着进攻母狮 看来这头小象真的是太年轻了 并没有意识到此时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小象快要攻击到母狮时 雄狮成功地放小象放倒了 母狮健壮 也上前帮忙撕咬小象 被放倒在地的小象 不停地用四肢挣扎着 剧烈的疼痛 终于让他意识到了危险的到来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两头成年的狮子 是不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他的 小象此时多么希望妈妈能够来救他 可是他掉队已经很久了 他的呼救声妈妈根本不可能听得到 要是小象在刚开始看到狮子时 没有选择和狮子纠缠 而是直接逃跑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活下去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要 小象最终要为他的自信 付出生命的代价 同样落单的 还有这头成年的大象 他正在追赶一头母狮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掉进了母狮们的陷阱中 只见一群狮子 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 开始包围大象 大象见情况不妙赶紧抬流 可是此时时的夜间 视线受阻看不太清 再加上大象的体型笨重 很快的狮子们就追上大象了 狮子们扑到大象的后背上 紧紧地撕咬着 这更加地拖延了大象的行动速度 此时的大象 只想快点回到族群中 因为大象群就在不远处 所以大象疯狂地往回跑 并且不断地发出呼喊声 希望同伴们能够听到 而狮子们可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大象回去 毕竟盗嘴的美食可不是就这样飞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觉得这头大象最终能成功逃生吗 您可以在投票区投下你珍贵的一票 狮子和大象还是进行着生命的赛跑 狮子还是紧紧地跟在大象的后面追逐着 并且不断地扑在大象的后背上撕咬着 非洲的天气说变就变 转眼天空中电闪雷鸣 大雨说下就下 而这样的天气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 是的 落单的大象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赶回族群中 它被狮子抓住 然后成为了狮子们的食物 估计这头大象到死 也没想到吧 今天竟然碰到了一群游泳游摩的狮子 而它的冲动最终也葬送了它的生命 而这头成年的大象 也足够整个狮群饱餐一顿了 这只小象也是落单了被熊狮追赶 熊狮很快就追上了小象 然后扑在了它的后背上 小象此时只想快速地回到大象群中 但是强壮的熊狮死死地压在它的背上 是不会让它轻易挣脱的 很快的小象支撑不住被熊狮按倒在地 但小象并没有就这样认命 它还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并且它真的成功了 但熊狮撕咬的疼痛 使得小象走路都一摇一晃的 突然熊狮一个没抓紋 从小象身上掉了下来 小象没有负重后 想快速往家里赶 可是熊狮又一个猛突上来 继续扑到小象后背上 小象带着熊狮前行 它的行走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了 小象不停地发出呼救声 希望族群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听到 但是大象群离它实在是太远了 小象的呼救声本来起不了作用 所以小象只能是忍受着熊狮撕咬的疼痛 一步步地往回赶 可是这样子 拖着一头几百斤的狮子行走 可是极其困难的 最后小象终于筋疲力竭 被熊狮再次按倒在地 小象还是尝试着再次站起 可是它实在没有力气了 这时又有一头熊狮赶来 这下子小象的处境就更加的危险了 一头熊狮负责对小象锁猴 另一头熊狮负责按住小象 可以看到 小象的脖子非常的粗壮 熊狮一个嘴巴都咬不完 小象的脖子不像羚羊的脖子那么细 熊狮的锁猴一时半会 还不能让小象窒息 再加上小象的皮实在也是太厚了 所以两头熊狮并不能在一时半会 将小象杀掉 小象此时痛苦极了 他多么的希望同伴们能够出现救他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小象的同伴最后能来救他吗 在两头熊狮的身后 还有一只小狮子静静地看着父亲们的猎杀行动 等下他就可以上前开始吃肉了 前面的两头熊狮还在继续卖力地将小象制服 等到小象死去后 熊狮的一家老小就可以在这里开始一场盛大的大象晚宴了 不得不说 熊狮们也是够辛苦的 两个人干活养一家老小 看来今晚得奖励两个象腿 他们好好补补 而不得不说 这头小象的皮是真的厚啊 前面所猴的熊狮都咬了老半天了 还是没能将小象咬死 小象此时还能不停地挣扎呢 而后面的那头熊狮呢咬住小象的前腿咬了很久 也是啥用都没有 小象的腿上一点伤口都没有 不得不说熊狮真的是咬了个寂寞啊 同时呢 这也表明大象的皮是真的厚 后面的熊狮也咬得累的不行 所以后面的那头熊狮用手按住大象 顺便趴在上面休息一会 而前面所猴的那头熊狮则丝毫不敢松懈 他怕松懈一会 等下小象起身跑掉 那啥都泡汤了 后面的熊狮知道他的撕咬对小象起不了作用 要成功吃到小象肉还是得看他的兄弟 所以后面的那头熊狮索性不咬了 小狮子见久久还没可以开始 跑上前来看了看 心想着啥时候能开始吃饭啊 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而最终在小象断气时 他的同伴都还没有出现 可怜的小象就这样最终沦为了狮子一家的食物 狮子们又失败 但是狮子们还是没有气馁 反而是越战越涌起来 很快的狮子们又扑到一头成年大象背上 直接是把大象当成他的专属做棋了 另一只狮子这时也感到 虽然场面看起来有些残忍 但是大自然的铁律就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我们下期再见